大家好,我是阿昌 自從政府開放了0加3之後 就當然是出境來元朗國看看吧 現在我鏡頭拍著這一邊就是元朗站的方向 你落到這裏 向中原這個路口轉進去 就是雞地,出名進去吃東西 而我的目的地就是向前轉彎這裏 這裏就是合憶路 如果要來元朗買東西就是來這裏 第一個景點就是這間信城七友 不過星期日就不開門了 即是你買雨膠的就是在這裏買的 和屯門比,元朗這裏買東西的地方是相對集中的 你那些裝修佬買材料的地方 和你客人看轉的地方都是這條街 不過這裏有個相對衰就是這條合憶路 一逢放假時間就塞到一隻東西這樣 現在我們沿著走一邊先 和這邊因為那些車都多和急 所以相對沒那麼好走 這裏有一間就買過那些冷凍材料 豬腸那些 和這裏的店舖 禮拜天就開始不是太開工了 所以就走一好走一些 現在另一個景點就是這個 山王木葉 這個就買過那些木門那些 這間就是這條街 我唯一光顧過的木門 都OK的拍得住太華的 而價錢也好像是相對便宜一點點 現在沿著繼續推進 這個就買過那些防水料 主要是給你那些 未進來西北的人開眼界 而瓷磚其實 來來去都是那幾間的 和旺角就分別不大 現在有一些小的瓷磚店 即是你說抵食 就這些小店舖比較抵食 因為那些大店舖前面 有間什麼新法那些 價錢其實是標準了 相對貴一些 這些就比較直接 價錢 還有這裡有這些 傳統五金店舖 你買東西又方便些 另外如果你要買水喉東西 就集中在這裡有的 這間紅機就是拍得住賓記 以前賓記好像開在旁邊 不過好像跟著又倒閉了 而這裡買電線電工材料 就是這間東方電業的主要都是 只有這一間 前面好像沒有了 另外這邊扣除了餐廳 你們見到有間帝朗 聯興都是那些店舖 咦以前沒見過這間店 原來開了一間工具店 真棒 然後繼續向前推進 這些店舖我都沒什麼安顫的了 三尾就 好像旺角堂尾有間的 那間就齊全些 這間就只買磚 然後走到這裡 你們如果是不熟 不熟 元朗的都會來到這裡 這裡 以前是不是B仔在這裡 因為我都很久沒有進來 但好像 不見了B仔 好,先說到這裡 過完馬路 這間以前也是賣磚的 但是 合憶錄竟然有吉舖 真是奇聞了 這裡我都很 可能 年多兩年未走到這裡 所以 有少少店舖都轉了 然後這間 智強機械 也是賣泵的 那些 所以 這條街 由台走到 下尾就什麼都買齊了 又是 然後這間又專賣水喉 這間有些便宜的大陸水喉賣 即是你不用每次都幾千元一個高儀 那些又 不是個個負擔得起 然後又是這些正經五金店 我很喜歡這些地方 有些正經五金店 進去什麼都買齊 就不用煩 然後這間木漢就沒有交手過 然後又是日東 日東現在做到很大 但是那些管理模式 還是很大陸 所以你跟他買東西 經常都有點煩 然後這間行法雲石 你就可以買 我也是跟他交過一次手的 但是你最好自己 價錢上來說 他是便宜的 相對於旺角 但是呢 你就不要靠老闆鎖 因為老闆 我光顧他兩次 老闆鎖都肯定是錯的 不過錯得來 這個老闆很負責任那隻錯 但是他拖你十天八天 先給你那塊石 你又很阻礙你的工程 當然是板鎖 正正常常 沒有什麼分別 走到這裏都差不多了 接著我忘記哪個路口轉進去 就是我們的網紅磁磚浪 好像是 不知道是這個路口 還是前多一個 前多這個路口轉進去 我記得有一間大間的油漆店 好像是這個路口轉進去 就是 走前一點是難的 我忘記了 接著我們的合約路之旅 已經去到尾聲了 因為走到 這個路口反而我記得 是少點東西看的 好了走到這裏算了 因為再前一點 我記得是 不要過文碼路 不過不差我幾部 不過這間 這間 這間室落設計破居 以前也是賣工具的 不過現在變了 然後又是賣磚的 如果你是單純說 賣磚來講 你就沒有什麼需要來元朗買的 因為元朗價錢 跟你可能看上街那些 其實 差不多 不要想著 進來買磚又損東西 不過有時候 老人家總是不願意坐車 又沒辦法 就逼著 走出來買 這邊我印象中有間五金舖 那間五金舖 那間五金舖 都好像 倒閉了 糟了 我太久沒有出境過來這裏 所以 店舖都轉了很多 以前這些店舖應該是十年如一日 不會轉的 但是 真是時代變了 走到這裏都沒有什麼看了 已經 因為去到這裏 大唐路 說多幾句 一些地理常識 我們經常看紅葉 那些就是這裏 一路直產進去 就是看紅葉的了 先走前些 沿著這條路 好 搭家屎小包的直產到尾 就是大唐 來的了 這邊就是元朗最繁忙的那條大馬路 永遠都這麼多人 好 今天我們的元朗tour 正式結束了 拜拜